提到那个加减乘除运算 接下来的话关系运算值 所谓关系运算值 就是说它有几种 跟那个VB里面类似 比如说我今天大于 这地方 那结果会有一个回传条件嘛 大于等于 小于 然后小于等于 等于比较特殊 为什么呢它是两个等号 那不等于怎么解释 因为我们在VB里面是这样的方式 对不对 Java里面是这样子 不等于 好那这边的话呢 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给各位看 这边有一个 这个范例呢 可以来说明呢 有关于相等或不相等 两个怎么去做一个 比对 比如说呢这个地方 有一个sample 这个sample的话呢 也是一样输入 输入 输入这个值 第一个就是输入第一个值 跟输入第二个值 那去判断 两个值到底有没有相等 那判断两个值呢 有没有相等 这个地方就会用这个方式来做判断 如果A等于B的话呢 那两个值当然相等 反之的话呢 else 这边又多一个就是if 因为如果你要判断的话 一定要加入if跟else 那ifelse的方式记得后面就不需要有个结束符号了 就直接这样就可以了 那它的范围呢 就是如果这个 这个if成立的话呢 那记得后面还要再给结束符号 else后面不用 在这边加一个符号 那我们来执行看看 第一个 我就输入一个 第一个A是10好了 B的话是 B的值我输入5好了 那它会输入两个值不相等 那如果说我再执行一次 5 好 然后再输入5 两个值就相等了 好 那判断的方式除了这样之外 我们刚刚有提过就是说呢 如果不相等的话呢 那如果今天不相等 我是不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如果A不等于B的话 那当然这个地方条件就可以怎么样呢 颠倒过来 有没有 它把它的 刚好就颠倒了 不等于嘛 对不对 所以如果今天我把它两个颠倒过来之后的话 A等于10 B等于5 那一定是不相等 所以有没有 结果还是一样 不相等 为什么 因为不相等 把它颠倒过来 结果都是1 那如果再输入5 再输入5 那这样的话呢 也是一样 只是逻辑上的判断 那有的人喜欢用 这个 不等于 有的人喜欢用等于 那就看 结果 那不过呢 如果等于的话 你就必须把这两个再颠倒过来 那除了这种判断之外 但你也可以试着怎么样呢 把它改成什么呢 小于等于 或者大于等于等等 这地方的话呢 我想你们可以试试看 好 把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这输入两个整数 那判断是不是相等 是不是相等 那是不是有相等的话 这样就是相等 不等于 跟等于 好 把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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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